这个阳光的30岁大男孩是四川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庞勋 因为修炼法轮功坚持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 被中共非法抓捕判刑后在狱中殴打致死 网络视频显示 一位嘴角留着血迹的年轻人躺在黑色尸袋里 遗体浑身伤痕 旁边是亲人们的痛心呼喊 知情人士证实 死者为庞勋 是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级的本科生 2020年7月27号 他因为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 被非法抓捕判刑后 去年12月2号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美国国务院周三针对庞勋案回复媒体指出 中共至今仍继续镇压和虐待法轮功群体 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 仅仅因为自身信仰而面临拘留 骚扰 酷刑虐待 国务院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和不当对待 释放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 并给出失踪学员的下落 国务院将继续推动对中共和其他地方追究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对本台表示 庞勋案是千千万万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的冰山夜郊 我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和残酷的迫害 立即释放所有因信仰法轮大法信仰之善人而被监禁的所有的法轮功学员 希望中共当局和所有的党政军的各局官员都能够善待法轮功学员 真心忏悔以前做过的措施将功折罪 庞勋案在网上引起大批民众关注 有网友留言能对最善良的好人下灭绝手段的一定是魔鬼 也有人说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对庞勋妈妈的痛苦感同身受 共产邪党就怕人民有信仰 想用暴力改变人的思想 为了维持独裁统治 不惜毁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中国人太可怜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 纽约采访报道